那么下面呢 我也带咱们大家了 咱把这个程序啊 咱们从头都把咱们理一遍 就是一理完之后 你就知道啊 所谓的HTTP 它是GTCP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了啊 一个HTTP服务器 它基本上应该有哪些东西 那么咱们开始讲啊 vm01啊 vm01 然后呢 实现啊 切换一下说法啊 哎 我的电脑卡了啊 实现啊 简单的HTTP服务器 HTTP服务器啊 点PY 好了 想要用 TCP实现一个HTTP服务器 那应该怎么做呢 直白来讲 是不是就应该把咱们TCP的那套 是不是全拿过来了吗 if把原来咱们写的这个基本的流程了吗 不管你写什么程序 我的建议是啊 你只要习惯了 你的下意识上了一定是写这个东西的啊 好了 那么DIF 慢含数 那么这个慢含数呢 我接下来干什么呢 123123 写上一个说明啊 用来啊 完成整体的啊 控制 那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又分别又是什么呢 用注释来打框架 我原来说过了 从前往 从前往后推 推不动的时候 从后往前来 一 先干啥 创建套截子 第二步 绑定 第三步 变为 被动也行 监听都可以啊 监听套截子 然后第四步 等待新客户端的链接 是吧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步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啊 为 这个 呃 客户端服务 差不多吧 好了 那既然想要用的创建套截子 那么一定是用的 sokit sokit 咱们一般是这么写了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这个地方很自然 把sokit导入 导入之后 接下来的这个位置写什么呢 sokit sokit 点 什么呢 af 下文件 inet 然后这个是 sokit 点 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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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吧 tcp的服务器不应该是stream的吗 tcp server sokit 至于这个名字 你可以取得没有这么长 都可以 那么接下来绑定 绑定tcp server sokit 点 bind 绑定 绑定谁呢 绑定本地的一个元祖 没错 本地的任何一个IP都可以 那么这个地方端口 你就随你了 比方说我整一个7890 好了 那么接下来把它变为被动的 就是listen server socket 点 就是他点listen 一般是吧 咱们这个地方写128 好了 那么接下来等待一个新的客户端的到来 那一定是用什么东西 他点accept的返回值 是吧 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看大家还吃不去的 accept 默认是堵塞 还知道呢 什么叫堵塞 我买了个电话 我等着你给我打电话 你说的今天晚上8点打电话 我7点59就等了 等了等了等了 等了8点半你也没给我打 这是不是堵塞呀 啥事我也不能干 我等着呀 就是这个道理 啊 这个道理 来 那么接下来 他的返回值 第一个是什么 他返回值是不是一个信号的了吧 啊 你有socket 啊 你追求什么都可以啊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了 client address 是不是一个对方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圆组和 就是一个圆组 里面有IP和端口 没错吧 你想打印打印谁 你打印 你不想打印 那就拉倒 那么接下来服务 我为哪个套机的服务啊 是不是为new 为new所有的服务了吧 大家知道吗 那么服务 大家你的眼光在放了设备员 既然是服务呢 肯定就是有一个稍微复杂的过程 你说没错吧 我肯定稍微复杂呀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了呢 咱就一不做二不修 咱就直接先定一个函数再说了 对吧 这不就是分函数分模块的思想吗 第一个比方说这个什么呢 service啊 serviceclient 是不是也可以吧 serviceclient 123123 然后呢 这个为 这个客户 客户端 返回数据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咱们为这个客户端服务的话 请问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调用那个函数了吧 serviceclient 那么调他 需不需要传参数 以后一定要多长个信仰 需不需要传参数 假如说不传 你就先问你 需不需要传 我假如说不传 你就想问 我将来需不需要找个媳妇 你要问没有媳妇 你将来怎么传 众接代 传不了啊 看来还得找个媳妇 没错 你将来一个人怎么生活 孤苦伶仃的 所以说一定找个媳妇 那你说 我掉一个函数 我需不需要给他传参数 以后写程序 一个思想 掉一个函数 下一次的想想 需不需要传东西 假如不传 那么我这里边会干什么 咱们先进去 来 六 大计 跳到里边去 爱 插入模式 对吧 来 假如说在里边 我不传东西 请问同学 我接下来 我假如说不传的话 我接下来 我得什么什么什么点 receive 为什么要receive 如果你没有receive 那么言外之意 也就是说 服务器发送了 那个请求 你客户端发送过来 那个请求 你服务器收都不收 请问你咋知道 人家想要什么 你说没错吧 所以说咱们不得先收 把这个收出来 咱们收的话 就是收的这个东西 能够有意思了吧 来咱们把它收出来 收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 咱们一般 是不是想象个1024了 一般1024 已经很大了 不够了 你得把这个值给稍微大了 都行 什么呢 这些很尴尬了 我这个地方用的什么什么的receive 那肯定用了套结子了吧 用不到的套结子 你创 你返回这个套结 又不是全球变量 又不是全球变量 我这里边想用 是不是必须得传啊 所以说第24行大G跳过去 是不是传啊 new socket 传出去 这种可以了吧 来 既然你传一个东西 那么第24行 是不是有个东西来结束啊 哎 你这个叫什么都可以啊 new socket client 来 那么在这个位置 new socket 是不是也可以了吧 那么它收入的数据 请问是不是直接返回 就是数据了吧 比方说receive啊 就这样吧 这个client 也别client了 request 啥意思啊 request啊 是不是向内请求了吧 那么请求请求的是什么呢 管你是什么 你s啥是啥 我先反过来 你们懂吗 我那会的要求是这么说的 浏览器 不管它问你要什么 你给它一个固定的页面 没错吧 请问第一步 我是不是就接收到了浏览器的请求啊 对不对啊 1 再就开始下单1了 接收浏览器 发送过来的请求 ghttp 请求 请求 那么例如你可以写上 你可以如果你想 你想别忘了 给你提醒一下自己的话 那么将来做的就是get 斜杠 然后空格 然后http斜杠1.1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这样的通吧 没错 反正我将来差不多速度就这样了 那么第一步 接收浏览器的请求 那么第二步咱们应该干什么 反回 http格式的数据 给浏览器 你说是这样的了吧 那么咱们想反回的话 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接下来发动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那发动数据 发动什么数据呢 你前面是不是有点东西 是不是先准备好 所以说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地方 再来个2.1 2.1干什么呢 准备或者是赌装 准备发送给浏览器 浏览器 浏览器的数据 第一部分 hider 你是不是有hider vip 那么ww 往这来一下 这个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body了 那么要是正确的浏览器 想要看到一个正确的页面 咱们是不是发动数据 就hider 是不是有body 来 来 hider 怎么读着 re-s-bombs 这么像 re-s-bombs 等于 写什么 http 斜杠1.1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咱们刚在这个地方 数据这个东西拿过去吧 这个是不是当的头 是不是当的摸的呀 来 把这个数据拿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 http 斜杠1.1 200 OK 换行怎么表示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吧 换行并不能直接写 反斜杠n 你在这里边 直接写反应同学们 是不对的 浏览器解析不了 正规的浏览器解析 一个换行的方式呢 是反斜杠r 反斜杠n 能理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呀 咱们刚刚是很简单 咱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写完之后 不啪成按了个回车吗 你按一个回车 在你的字符串里边 怎么表演出来呢 实际上 实际上 在你刚刚按了回车的 这个东西的后边 有一个反斜杠r 反斜杠r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那么嗨点 每一行后面 都有一个换行 那说的直白一点 写完了这一头东西之后 后面有个换行 没错了通吧 我接下来想要为了 区分body 我这个地方得怎么到 是不是有个空的行呀 那么空的行 请问是不是也接下来 reason bonds 加等于反斜杠r 反斜杠r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把反斜杠r 反斜杠r 你就认为没有东西 请问 这是一行 这又是一个空的行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在加成body 你说是个大理吧 只不过呢 在程序里边的反斜杠r 反斜杠r 它表示一个换行 有人说 为什么咱们用反斜杠r 反斜杠r 这种反斜杠r 不记性了吗 因为windows这个家伙 比较扯 它呢 在去显示一个换行的时候 它是用了两个东西 来表示一个换行 反斜杠r 反斜杠r 所以说呢 这就很尴尬了 你的浏览器 有可能是在windows 显示的 你的浏览器 有可能是Mac 你的浏览器 有可能是在windows 有可能是在linux 为了能够将来 让你的服务器 能够通用 接下来呢 整个浏览器 全部都有个规定 你将来在解析一个换行的时候 是两个东西来表示 听懂了吧 就是为了来建议windows windows这个家伙 特别不给力 每次呢 它都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linux呢 都是 这个斜杠 都是往这写的 windows是不是都是反斜杠 所以说都不一样 Response有了什么 接下来加上body 那body怎么加呀 Response Response 加等于 是不是加上咱们的body了 那咱们body怎么来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写数据了吧 写个什么样的数据啊 写上一个 Response 我必须都得写H1吗 通常每一次都写H1 必须得写吗 那我就问个问题啊 我不写 那将来浏览器会看的什么样子 浏览器依然看见哈哈 但是浏览器看见哈哈 它并不是这么大 Response 看着 我给大家举例 清空 再来一遍啊 请求的是8080 没错啊 8080 来 回车 有请求了吧 我给你回的数据 里边没有包括H1 我把一次一全删掉 你看个现象 发 它这个地方没有 如果的话 你看不见东西 怎么办呢 你点一下这个 那么将来浏览器里边 这就有了 那至于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还没有发送完数据 也就是说出现这个问题 这核心原因就是 浏览器问你要了个东西 你给人回过去了 浏览器并不知道 你发完了 这浏览器等了你了 这就是为什么浏览器 刚刚这个地方还在转的原因 你强制断开 请问浏览器是不是 认为你绝对发晚了 所以说必须它刷新了 好了 注意看现在的大小 我再来一次 我点开 我清空 我再来一次 127.0.0 828 走 我接下来给它回过去的数据 是带着H1的 你看看啊 H1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斜杠H1 好了 321 走 如果它还没显示 你就断开 来看 哈哈哈 数据不变 但是降到这个格式 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H1 是不是相当于 让这个字变大了呀 这就是前段页面 做的H1标题 这个标题 H1 H2 一直到H6 不一样大小 H6 就是数字越大 数字越小 H1比较 H1比较 好了 来 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知道了 这个地方写不写H1 写不写H2 写不写H3 是不是随你了吧 你爱什么了 所以怎么着了 那么 有了数据 Response header 有了Response body 请问 他们三个相拼 请问 是不是现在这个道理了 我接下来 想要给它回过去的话 Response 直接能回吗 不行 有个问题 咱们的Python3 里边的Send 必须发送的是那种 四季儿类型的数据 是前面在B的 没错吧 那所以是这个地方 怎么的呢 Encode 我的兵马 变成什么呢 UTF-8 一般浏览器 一般会兼容 UTF-8 但是有的时候 你也不会兼容 后面我慢慢会告诉你 在浏览器 在服务器给浏览器里边 那个硬打里边 可以指定 什么 这个地方 咱们说过 咱们翻翻 你看 在 这是服务器给浏览器的 服务器给浏览器的 这个里边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一行是 Content Type 等于Test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能插 下的等UTF-8 如果你在 Header里边有这句话 浏览器必须按 UTF-8来解析 那么因此你只要保证 将来你编码的格式 按了UTF-8 是不是应该关闭套鞋子了吧 好了 关闭 关闭套鞋子 掉一个规短 New NewSocket Cline NewSocket .Close 是不是就关闭套鞋子了吧 好了 关闭套鞋子 大家知道吗 再回到下面去 来一个用户 请求一次 我接手上 我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为这个顾客服务完了之后 看我的 这个套鞋子都关了 请问接下来 你这个程序 是不是按照去挂了吧 没有代码了 怎么办啊 所以说一般情况 还怎么办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wile处来吧 wile处 接下来 把这个代码套到里边去 因为你不确定 区域套鞋子 那就套到里边去 这个地方按了 就是说 咱们还要有一 就是同代码的完整性能来讲的话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得咱们 把这个套鞋子 是不是给它关了 关闭监听套鞋子 关闭监听套鞋子 我问个问题 你不是原来的时候 除了监听套鞋子之外 还得监听这个新的套鞋子吗 你怎么没关啊 是不是在函数里边关了呀 你在外边就不能关了 好的吗 试一下 Python3 01 我先看一下端口 我刚刚一忘了 这个机型 端口是多少 7890 Python3 01 都起了 端口7890 来 打开浏览器 打开自己浏览器 Mac里边也有 127.0.0.1 7890 没错吧 321 可以啊 是不是输到了吗 来 我再请修杠 斜杠 A下的 B下的 C下的 D下的 Index Index 有的人经常会发现东西 你为什么经常写Index 意味啥呢 Index就是你访问一个网站上的时候的默认主页 听懂了吧 就是你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如果你不写这个东西 你之前端口 这个只有域名 默认 实际上他去找Index Index 这个默认主页 好了 走 大家看 请求什么有东西 但是依然是不是这个效果了吧 OK 这就是返回了一个固定的一面 这个程序倒不难 目的只有一个 是不是让咱们大家知道 原来咱们所谓的HTTP协议是什么呀 到底是什么是HTTP协议 发放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数据 只要按照你刚刚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这个数据进行补织 发过去之后 是不是浏览器就把它认为这就是HTTP协议了吧 接下来浏览器解析之后 是不是就开始看到一个正确的数据呀 那么到现在为止咱就把这个过程都通了 对吧 给大家十几分钟时间把这个过程实现 开始